天气热的时候,或者是做完剧烈运动 你会觉得很热,很颈渴 真的喝一杯冻的东西 当时的感觉就真的很舒服 因为又解渴又清凉无比 但其实是一个对我们身体一个极度不好的习惯 我在冰水模型杀手里面 已经和大家分享过了 现在略略和大家分享一下,它会令你不育 因为寒气聚在小腹以下 女性会令下腹部、子宫卵巢变成冻了 而男士就会把精虫冻死 所以很多时候不育都是因为饮太多冰野引致 还会引致你发育不良很多的问题 最特别的就是很多时候你这样一喝冻东西下去 如果你是跑完步很热 喝冻东西的时候很多时候很急 就会熟了 那我们平时喝水或者什么熟了 那些食物不是由食堂进去我们的胃 而会进去气管那里的 如果真的被冰水熟了的话 咳起来就是看医生也很难有药医治得到 有朋友介绍过 一个偏方就是用 冬菜或者通心菜来熟水饮 这个就会医得到,是一个偏方来的 那今天和大家说冰水和食物上的影响我们身体的情况是如何呢? 在家里吃饭的时候 比较少些家庭会放一杯水在旁边 但是当我们在外面吃外卖 或者是吃一个套餐 他会给你一杯冰饮 很多朋友都希望把热的饮 加钱变成一个冻的 冻檸檬茶或者冻奶茶或者冻咖啡 还有很多冰花在上面 如果你把冰水和冰花 令到水温很冷的时候 喝了下去 它在你的胃里会有什么变化呢? 冰的水 就会把你刚才吃的食物里面的油分 立即变成一个固体 这样就会影响你的消化了 这些固体的油脂在酸性的作用里面 就会变成很小小块 小小粒 这种是比固体食物更加容易被长度吸收 这样就会附在我们的肠内壁 久而久之就会变成一个脂肪 在肠里面有脂肪 可想而知你的身体会如何呢? 它说严重到可以导致有癌性的产生 因为我们现在提倡小油小糖小盐 你要脂肪是不好 即在身体我们都要吃这些不好饱和的脂肪 如果你食物里面有饱和脂肪 然后被吸收黏在肠壁里面 那你可想而知对身体的严重性是如何呢? 所以如果喜欢在你的餐后喝冰的朋友 最好把它改为一个热饮 对自己的身体是多重保障 这是健康必须要记住的原则来的 你不需要点偷渐 这样试试吧